编译孙宇清综合报道,路透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指出,两艘美国海军船舰27日是今中国在南海的人造岛礁,执行航行自由任务。 在美国总统川普持续与中国、南韩等国合作,盼望与北韩化解对立之际,这个挑战中国主权之举,可能再次出入北京。 两名未居民的美国官员指出,美国海军西金斯号驱逐舰,USS Higgins,和安提顿好神顿巡洋舰,USS Antietam,27日驶入南海西沙群岛,Parisal Islands,12海里范围内,在永兴岛、中箭岛、兆树岛、东岛附近,行使自由航行权力。 中国在南海划定九段线,声称拥有南海大部分海域主权,且近年更建设人造岛礁,并在其上加速推动军事化。 近期,中国空军裁掉派多架红6K、H6K等轰炸机,在南海岛礁进行起降训练,引发美国、菲律宾等国强烈批评。 此外,独立资料分析机构的初媒体,Earth Media,分析数位星球,Digital Globe,卫星自14年初起拍摄主币胶的高解析度影像指出, 中国自2014年起陆续在南海南沙群岛主币胶兴建近400座建筑物,包括雷达站、整齐街道、大型民用建筑,甚至有篮球场和操场, 俨然一座规划良好的小镇。专家指出,朱碧礁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中国在南海驻军的枢纽,成为数百名人民解放军陆战队的落脚处。